老板 多少钱 一共四十三块 真是可惜了 这最后一张相纸 谢谢 都怪你 害我拍成这啥样 你要嫌弃的话就给我 凭什么 这相纸是我买的 你买的了不起 你说昨晚的赌局 我们怎么算 你觉得呢 梅老师呢 是你留下来的 林总 是我请来的 不过好在他们最后在一起了 平局 平局多没意思啊 不如这样 咱俩都算赢 你答应我件事 我答应你件事 怎么样 你想干吗 尹南哥以前总跟我说 不行 你 但我也没用 加那么多醋 你不嫌酸得慌 我喜欢 不行啊 苏总不愧是资本家 吃碗馄饨 都不在吃亏的 所以我刚才说的 你真的不考虑一下吗 不考虑 勾死你了 五百块钱都不肯借 你刚才说的就是这个啊 那你请尹南干吗 那 这是尹南哥老家呀 他以前总跟我说 这的夜市特别值得一购 所以呢 可以啊 我说的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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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没有看到演出的补偿 好吃吗 满意了吧 忙盒 忙盒 你干吗拉着我到这儿来啊 忙盒 忙盒 五十一个 五十一个了 你怎么知道这儿有冲锋盒吧 还有潘神洛丽万圣节系列 这不我一定要抽到隐藏款小恶魔 尽做亏本买卖 抽中隐藏款的概率是一百四十四分之一 就算五十一个 隐私抽十个 那 你真的好啰嗦 苏侄念 你果然凭本事单身 这叫爱好 你能不能有点情趣 跟上我们年轻人的步伐好吗 别动不动就是钱 张口闭口就是卖 俗 来吧 剩下两个我来抽 如果我抽到隐藏款的话 那你就当着所有人的面 在这儿对我大声喊一句 苏之念 你真厉害 既年轻又有情趣 简直就是我的偶像 但如果我没有抽中的话 我再给你一千块 之前的五百不用还 冰商赶着送钱 我哪有拒绝的道理啊 苏叔叔 承认自己老 不是什么丢人的事 好好记住我刚才说的话 一言为定 我们要不要抽盲盒 好啊 走 最后一个了 拜托拜托 一定要抽到我要的隐藏款 隐藏款啊 小恶魔 来 又不是 到你了 拆吧 你拆吧 苏之念 你确定你真的有脑子吗 这一款呀 是GQ宠物系列的 你连盲盒都拿不对 还想赢我 做梦吗呢 不过这小街子还挺可爱的 那就 看在他这么可爱的份上 再给你一次机会吧 你拆 你拆吧 拆吧 我来 好吧 你也别沮丧 赢不了我呢 下次打别的赌嘛 对不对 你拆吧 我成为你 祝你们抽到了 你怎么抽到的 你太棒了 甚至右手啊 你怎么抽到的 对吧